我們再來找一次 我剛才忘記錄了 我後來發現阿 他那個是戴手套不是拿東西 一隻手戴手套一隻手沒有戴手套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 來 來 好 會被沒辦法拿 我想要回來找他 他會飛阿 我會真的衝不知道試過吧 而且我覺得已經是騙我了 唉有點苦惱 呃...太醜了 你先去繳報告 別看我...我沒有 好吧 那我回去找迪儒看看 換鑰匙 開門的鑰匙 抱歉我並不... 喔!等等我想起來 剛才我在迷宮裡閒晃的時候 就去簡單把粉紅色的鑰匙 不過我不確定這把 是否就是你需要的 OK 既然有拿到鑰匙 我們就來試試看 因為我覺得那些都是騙子的 以這個作者的 呃... 設計來看應該是 應該就是了吧 好吧 全擋 打開了 來 來 文生 我找到 案件指針像了 文士頓在獅子 進行半能半機械的等偶重鑄 近幾年獅中的市民 已經都被當 被當作飼料餵養了這批等偶 他們的殘骸已經就在這個 某個房間 是嗎 真是恭喜你過案 不愧是 維諾娜小姐能走到這一步 你真的是很不容易呢 但是很抱歉 我知道你此行的真正目的 而我 是不會讓你得逞 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 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是沒有獅子的產物啊 好好看清楚 梅爾斯就是這樣對待 成為他們鞠躬進翠的律師了 我知道梅爾斯並沒有消失 但是很快 我就會把他們全部 清理乾淨的 恩 最後戰 逃跑 啊 啊 這什麼 這些都是 看來 維諾娜女士已經見到在下的新朋友了 那麼 就祝你們相處愉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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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跑 欸 好吧 那我們一樣往右 之後往下看看 欸 不要再去哪 啊 還是可以用頭部口頭走 所以這邊是 單純休息室嗎 你真的覺得你還有回頭路可走 你到底是誰 真是愛文 文森愛奇我早已先死了 文諾娜女士正姓幽母 我是誰不應該 你比誰都更清楚嗎 欸 是我剛剛那邊是可以逃跑的嗎 我再試試看 不行 好吧 那我們衝跑 好 我們一樣往左邊 反正我們每個都試試看啊 哈 這裡怎麼會有水池 這些是什麼東西 下去看看 我們就知道了 他到底要不要讓我正常的跑啊 這樣好累喔 呃 我要 我按錯了 我要回到標題畫面去 我按錯存檔 那我們往上看看 欸 哇 難擠嗎 我們往上看看 欸 欸 呵呵 來一杯 本能親手調製雞尾酒如何 這可是只有最新鮮的食材 才能夠肉出的味道 不必了 請問 我又按錯了 請問我什麼時候 才能逃離呢 結束遊戲 喔 好啦 我堅持 走右邊啦 嘿 所以那邊到底可不可以走啊 完蛋了 這一定不是 物種消廣 冰川融化 種種欲照 顯示著地球即將經歷空前的生態浩劫 如此 如何維 維繫可維持 發展成為的 類社會中最棘手的難題 我 沒有 失極 聚成 彰性 抵意識到 真正等類的存在 導致了不可控制的能源消耗 從而加劇了這場 無法避免的災難 正因如此 我才開始秘密研發 將人體改造半機械構造的技術 同時 作為附層研究 我們也研發出了 通過人體 組織在維持 機械生 軀體活性的突破性技術 藉此 徹底的反轉人類生存於自然支援的依賴性 將對於人類社會作為結束的貢獻的人類改造的半機械 並將對人類社會並無見數的人作為飼料以及達到可維持發展的目的便是我偉大的計劃 好 文生 埃琪臥施 2079年5月10號 維克多 我需要握理師公司 近年全部的財務 匯報 哇 這麼快就進入工作狀態了 昨晚還真是意有未盡了 理師指 賓館裡 泡著馬桶後 半夜 噢 突兀的味道 我的老兄 你自己沒喝幾口 當然不知道那酒的厲害 小廢話 如果你不希望我們公司的資金像你昨晚喝的酒一樣被吐出來 就趕緊把資料發過來 這是絕情喔 文生 就這麼對你習日的大學室友嗎 沒有室友 你這樣廢話連篇又效率低下的員工 你難怪會陷入困境 火雞 火雞 你還真是一點變化都沒有呢 尤其是結束了 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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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逃出來了 終於 你真的覺得我會給你逃跑的機會嗎 去死吧 上了沒 這是英雄救美的意思嗎 維洛拉 趕快殺了這個怪物 然後我們一起離開這個鬼地方 呃 殺 如果他等下跑起來最後怎麼辦 幹得漂亮 趕緊離開這裡吧 欸 喔 他有跟著來 為了他不跟著來了 真是劣質的仿製品啊 欸 溫斯頓看來你又有很多活要幹 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一具秘密武器 所以他們一直在這裡一直不斷的實驗不斷的實驗 寵物者吧 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那這樣就結束了嗎 所以他們就是一直 一直重複著這個 失蹤 人物失蹤的事件 那我不知道沙與不沙有沒有什麼差別 反正我們知道怎麼逃出去了 那我想說等一下來試試看 沙與不沙有沒有什麼差別 不過他沒有做說他們逃出去之後 在後續 就好像有點斷在這裡看嘛 嗯 覺得有點可惜啦 好像劇情沒有講完 那我不傻咧 美諾娜 我做不到 唉 真是可惜 所以我就傻 啊 啊 我以為 你會是公司的新希望 看來 是我想多了 你 到底是什麼人 至於你 文森 我們本意是同道中人 但你卻選擇與我勢不兩力 是你 成為肉或蒸籠的梅爾斯創始人 同道中人 別開玩笑了 在下拼時拼火救了你的公司 使其擺脫罪名 而你卻嘗試用 預謀的車禍 將我置於死地 這也是迫不得已 每個知道真相的人 對我們來說 都是威嚇 既然你完全不感激 美諾斯給你帶來的 第二條生命 那我就順手 幫你從痛苦中解脫出來吧 啊 啊 這種時候 還需要老同事 相救那紋身 我好像沒有教你多管顯示 可是不是有真正的紋身嗎 別裝了起來吧 那傢伙真的就是 梅爾斯的幕後黑手 誰知道呢 這或許又是一場騙局 我不覺得梅爾斯的幕後總裁 還會純到想親自將我一手了解 這或許只是個克隆體吧 那那個女人呢 是或是地下梅爾斯的最新藏物 我不知道她的身世來歷 但有一點我很確定 她不但能摸清我 欸 不但讓我摸清梅爾斯 現在的技術水平 還將對我正在進行的 然後重組十分有力 喔 反正她們都是 半人半機械 的 機器人 是這樣講嗎 之後 這個結局就是說 那我們知道 其實我們超司空的主角 也不是真正的人類 那 她們只是一昧的在 一直在重複的產 產出新的製品 讓她們的製品 越來越先進 是可以這樣說嗎 我不太 我不太會 呃 不知道怎麼講欸 好吧 那我的理解大概是這個樣子吧 不過可是我覺得她的美術啊 真的還不錯 但是她的一些 嗯 理工啊 那些 嗯 解謎的部分 真的比較刁難 老實說真的 對我來說是比較刁難 對 不是很喜歡 我能這樣講 我真的 不是很喜歡這種 蠻刁難的 剪 好 那我們 一樣把她們的那些 幕後的使用的東西 以及還有 製作人員的頻道 我們來再 再看過影片吧 才會玩 玩遊戲 喔她就破關 對啊 我想說把她趕快補完 因為她有一些部分 真的比較刁難 之後我想說 趕快把她玩一玩好的 可是她的美術風格真的 比較特別 我是蠻喜歡的 好 好啦那我 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這款文生居士人口事件呢 就全部的破完了 因為我這樣破是只有兩個結局啦 那有沒有其他結局 我就不太清楚了 那我也不太想去回收 因為真的 有點刁難 那 那這款遊戲呢 我會先 先去做剪輯做更新 那之前實況的那些RPG 還有其他遊戲呢 會比較晚更新 我最後都會先 以新的遊戲來 做上傳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裡唷 那大家掰掰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嘍 我有點有意義的 好嗎 加油 我會不會玩 我會不會玩 你等一下 我會想起糖 我會玩 然後你走 你 我會玩 你 可以玩